大家好 这里是天上宣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长色来看 长色盈润通透 气血通气韵才能够通 手型来看 长面厚重饱满 手指条达粗壮 是偏土形长 土形长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手型 土人的稳重传统 喜欢户外和大自然 并且富有探索精神 在这个做事方面 也是重信誉讲诚信 非常传统 典型的偏实干家的手相特点 从这个手指来看一下 手指来看还是稍短一些 手指稍短 指为龙长为虎 那么有一点火吞龙的格局 说明早年出生家庭环境 还是一般的 出生一般 那么火吞龙容易喧宾夺主 做事有一些主刺难分 这是需要多注意调整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手指的形态 小指左右走都出现外皮 小指也稍短 跟子女晚辈缘分稍浅一些 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 这个是后面我们在文录当中 也会讲到这一点 从食指跟无名指对比来看 还是无名指稍长 无名指是代表姻缘和另外一半 说明婚后还是比较传统顾家的一个人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手指的缝隙来看 还是右手后天还好一些 左手先天来讲 食指见缝隙 所以早难于前 早年的钱财方面的消耗还是比较大 事业和财运相对来讲会晚一些 我们来看长秋 长秋来看 我们看到金星秋还是比较饱满开阔 左右手都属此 金星秋饱满的人 体质加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还是不错 那么同时范围广的人 也说明为人慷慨大方 人缘家 不会计较眼前的得势 从长测比较饱满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为人慷慨大方不计较 人缘不错 虎口火星秋相对来讲 左手先天更加饱满一些 右手后天虽然也撑不上平保 但是也不够很饱满 所以先天来讲 这个是代表勇气 面对困难敢于挑战 而且在一些团队当中 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而且虎口火星秋饱满的人 决断力也不弱 勇气十足 右手后天变得更加的沉稳一些 所以先天来讲还是更有激情 更有活力 更有勇气一些 这个虎口火星秋饱满的人 容易在事业当中 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食指根部是木星秋 木星秋比较饱满的人 做事自信 有活力 而且事业心和报复心 也是比较强的 在事业职场当中 能够转打赶拼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种 拼搏事业的这种精神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 一些小的杂门的干扰 那么这个也是传统手上当中的 正裁位 正裁位有些杂门的话 正裁旺而不稳 正裁是有 但是有些不稳定 本职工作 这个是正裁位结合事业线来看 事业线初期也是出现一些断序 也可以看得出这点 这是迅工正裁位 左手水星秋还算是范围比较广 右手后天水星秋的范围变窄了一些 这也是说明到后天 在言语方面会少一些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先天来讲 可能会在言语方面会善于交际 而且颇为乐观豁达 到右手后天会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 早年有犯过口舌是非的这种情况 到后期会变得更加的三思而后行 三思而后颜 会变得多察言观所 所以言语方面 右手后天会变得更加保守一些 不过右手后天相对左手来讲 他的水星秋多了一些钱财数文 我们说自从随着经验的积累 不会犯口舌是非之后 也会出事更加沉稳理性一些 所以他的财运方面也会更好一些 这个也是要财富线 后期我们在文童当中也会讲到这一点 这是左右手对比的水星秋 这个长侧的第二伙星秋 左右手都非常的饱满 那么这个是代表道德感和正义感比较强 即使是自己多辛苦一点 也不会为了迎头小利 去走外门邪道 是一个非常传统正派的人 那么月秋也是非常的饱满高龙 月秋饱满高龙的人的想象力丰富 注重精神世界 同时在这个艺术领域也是颇感兴趣 这是长秋 我们来看文录 我们来看这个文录 文录来看是典型的断掌 感性和脑线和二为一形成的断掌 断掌是它的形成 就是刚才讲到的理性和感性混杂在一起 脑线和感性混杂在一起 和二为一 所以它通常传递出来的情绪能量非常强 这种能量非常强的人 一般情绪比较复杂 在事业和职场当中非常的强势 而且决断力很强 富有领导力 这是断掌的非常强的优点 利于事业的职场打拼 很容易在团队当中脱颖而冲 而且很容易成为团队当中的领导 那么缺点是它过于强势 如认是在事业和职场当中 容易将这种强势的恶性 带入到婚姻感情当中 容易不立姻缘 那么断掌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这种 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独断专行 刚愎自用 有的时候过于固执己见 这个是缺点 所以断掌人也是 优缺点都非常明显的一种纹路组合 那么左右手都是断掌 所以说断掌的能量还是很强的 俗话说断掌打死人 说这个就是个性稍显强势 那么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断掌人的流年来看一下 左手千天 生不先初期 出现一些倒门和杂门的干扰 我们之前讲到的手指的形态 来讲到的手指稍短 指为龙掌为虎 掌强指弱 形成虎吞龙的格局 所以这一般早年的出生家里环境 还是一般 这个是结合纹路来看也是如此 这个生命线左右手都是如此 出现这种倒门和锁量纹 那么说明您早年出生一般 身体素质也不强 那么不过 早年还是出现了很多条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叫希望纹 说明天资聪明 学运不错 那么人很聪明 但是学运还是会受到一些家庭条件的限制 人生起点并不是很高 那么断掌呢 从左往右看是脑线 从右往左看是感情线 而唯一形成断掌 所以这个脑线呢 古代称为人文 代表自己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那么一个人成长 要成长起来 需要依托于这个家庭 原生家庭的护佑和帮扶 所以这个多多少少 人文和地文都有些粘贴 粘贴就是早年的一个成长期 那么两者分离之处 就是人文脱离原生家庭 自己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这个阶段呢 是人文和地文分离处 见倒门和早门的干扰 多少都有这种特点 一般人都有一点这种特点 因为人呢 习惯了原生家庭的一种 这个补育 或者是成长当中的 过程当中的一种教育 那么一旦脱离原生家庭独立 这阶段呢 就有一些不太适应 这个是都见倒门 这个是代表呢 进入高校 或者是出入社会 闯荡的这几年 这个基本上 从这个18到22岁左右 这个阶段的见倒门干扰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太适应 会遭遇一些坎坷和磨难 会交一些学费 出入职场呢 会见一些坎坷和动荡 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 也是人生经验的一种积累 不久之后呢 这个脑线恢复常态 这个个人的自信心 也会慢慢的提升 逐渐的适应的社会 这个生命线 也是会变得更加的深刻 生命线的形态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 纹路如人生路 纹路呢 少杂纹干扰 所以这个纹路要深又细 人生路才会走得更加扎实 稳重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脑线和生命线的状态 来看的话 慢慢的恢复常态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阶段呢 生命线内侧呢 依稀还是 导温消失之后 还是依稀见一些 亲密关系的出现 这是代表一年桃花的到来 那么这个一年桃花呢 我们可以结合感线来看 因为我们从这个 这个左手先天来讲啊 这个从右往左看时 看感情线 感线还是见一些 稻纹 稻纹啊 一连串的这些稻纹的干扰 说明啊 早年呢 从流年看25岁左右呢 容易犯情伤啊 而且后期呢 又会不断的有一些 失败的感情的经历啊 这个稻纹成串呢 形成这种 这种纹路的话 容易出现多次的情伤干扰 我们从这个结光线 出现小的这种啊 结光线下方呢 有一条小的下垂支线 你可以看得出 在进入正缘的时候 进入婚姻之前呢 会有一些偏缘的干扰 这个是感情方面啊 这个断掌人呢 在感情当中的稍显强势 强势有些不利因缘啊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 那么另外在这个 事业和财运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 从流年看呢 基本上在 这个四十五岁往后 有一条上升线 左右手都有这个 流年也差不多 基本上在这个阶段呢 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 见到收获 并且呢 之前付出的一些努力啊 和这个 一些遭遇的坎坷啊 到这个时候呢 会获得一些付出 能够见到这个成果啊 这个阶段是人生的一个 高光时刻 无论是事业和财运方面呢 和婚姻感情方面 都能够慢慢的稳定下来 那么我们从这个 相对来讲 右手后天 无论是从色泽啊 长色来看 还是从纹路的形态来看 右手后天都要好于 左手先天啊 所以说也是一种偏婉成的一种格局 所以无论是从刚才纹路讲到的 还是从这个 长色和左右手对比来看 都是如此 所以还是一种偏婉成的一种 手腕格局啊 我们到后期啊 看的这个生命线尾端呢 还是有些分叉线的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60岁左右呢 见一些分叉线 这个分叉线呢 是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也是代表呢 这个时候呢 容易有些疾病的侵入 那么过了这个坎之后呢 生命线尾端呢 依然是得到延续 晚年可想高中 所以晚年还是有个健康的坎要过 这是这个晚年的一个运势 关于事业财运方面 刚才讲到的这个 有一些啊 这个事业 这个断掌的是利于事业长凳 但是呢 对于财运方面呢 还是能够有一个 很强的一种 这个利于事业和智商的一种作用 所以这个整个问题 首相问题 还是出现在婚姻感情方面啊 所以建议还是 进因缘服来化解的嘛 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相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的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调